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位子 这个位子呀 在咱们的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其实经常用 那么什么时候用位子呢 说的直白一点 看看这个 你就懂了 我打开了一个文件 就是定义的函数 我打开了一个文件 这个能理解啊 我打开了一个文件 请问我一写的方式打开 绝对能打得开 没错吧 我创建文件吧 直白讲我创建文件 我接下来往里面写的东西 文件那是不是把它关了 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保证 这个程序百分之百问题 因为如果你往里面 写个字符串没问题的 但是你写个字典 写个列表 写个原读的话 请问能写进去吗 必死无疑 所以说同学 这就签了个问题 万一我把文件打开了 但是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死了怎么办 就是产生了异常怎么办呢 请问 Python里边默认的异常 是直接让整个进程死掉 这个没错吧 你只要写东西异常 产生了 立马就崩了 你的这一句话就得不到执行 得不到执行意味着什么 你的文件描述符没有关闭 同学最低 open的返回值 咱们不是说这是一个对象吗 它里边对应了一个文件描述符 你的socket返回值不是一个对象吗 它里边也有个描述符 也就是说 你open的返回值里边有个文件描述符 你socket返回值里边也有个文件描述符 文件描述符在一个进程里边 墨人是不是有数的有数限制吧 有数量限制的 我打开了 但是我不管 那么请问 如果你接下来有一个文件要带去东北多的话 请问是否意味着你这个文件以后 根本就打不开了呀 因为没有新的文件描述符来让你用 你就打不开了 info就废了 怎么做好了呢 你不管我这个地方产不产生异常 我接下来 不管产不产生异常 对中我都把它close了 前面这么多 是不是给力了吧 info升级版可以这么多 把这个放在前面 因为是创建 所以说出现异常的可能性很小 那要是你的硬盘 一点东西都没有了 那也说不定创建失败 这有可能出现了 上面看着 我就默认认为 我创建文件是不会失败的 我只是默认 你不是说这句话 有可能失败吗 我就把你放到串里边去 那么try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只要是在try里边的代码 你甭管有多少 它都会爱着执行 只要有一句产生了异常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try里边的代码 接下来就不执行了 是有道理吧 try里边可以有五行代码 但是执行了第三行的时候 有可能崩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拿着你产生异常的类型 来到except后面去找 产生的异常的这个类型 如果是IoError 我就捕获到了这个异常 我就做这个 这个做完之后 也就是说 你刚刚产生的这个异常事件 已经处理完了 已经平息了 听懂意思了吧 已经平息了 那么接下来 你该怎么做 还是要怎么做 最后的finality还是要做 一般的try 我告诉你 基本上都这么异常 写上 接下来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代码 放在try里边 出现的是这种异常 我这么多 出现的是另外一场 是不是接下来 我再写上except 是不是再写那么多了吧 如果要是不是这个异常 不是那个异常 不是那个异常 那么最终咱们这个try accept 一般的大模型是什么呢 try 这里边是代码 然后except 这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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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 然后 然后except 就是另外一个异常 然后他接下来 是不是很多很多了吧 如果要是没有异常 怎么着 else 那么不管有没有异常 多少多的东西 对我就是什么了 finally 是不是那么多 也就是说 基本上的异常 就是只来判断 这里边东西 有没有异常 有了 那就看是这个 还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就到这里边来做 其他这里边的代码 直接完了之后去哪 这下 是不是他犯了呢 如果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就假如说吧 都不是 那怎么着 我就问个问题 都不是怎么着 都不是 说错了吧 有异常 但都不是 崩溃呀 什么意思呢 对掉 你这里边 不获得了异常 但是你except的后面 这个类型 并没有 说明是这个异常的时候 你怎么做 那么是这个吗 不是 是这个吗 不是 是这个不是 都不是 那该怎么产生 异常怎么产生 就好 就好比你没写 刷一个道理 听到我意思了吧 他不会执行else 什么时候执行else 什么时候 是串里边 所有的代码 都没有产生异常 是不是直接 跳到elf之前 你说是这个 对的了吧 同学们切记 产生了异常 但是你的except 没有捕获到 这个类型 一般系统的 python解析器 会默认处理 OK切记 这就是说 为什么咱们一般 先要看看 你这个异常 类型是什么 咱们知道了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 再写上你的异常 类型了吧 那假如说东哥 我真的就不知道 咱们一般写什么 把最后写上 那个exception 不管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如果到了最后 都不是 是不是默认 统统都捕获了吧 exception 这样 一般咱们还可以这么多 如果最后的这个 你也防止 防止它出问题 那就把exception 写上下 请问 这是不是相当于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那个 最后一定按照这个来做 请问这是不是解了 一般就不得了 我为了保证 我最终能把这个文件关闭 你没发现 我额外是不是 写了这么一坨 恶心的代码 写这么一坨 恶心的代码 在python里边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有更好的写法 来去替代 怎么做的呢 with 打开这个文件 把它的返回值 扔给f 是不是咱们原来 是不是一直这么理解的吧 那么 你写到这个东西 就是有with的这个语句 到底能干什么事呢 能够保证 你这里边这个代码 不管是否出现了一场 它最终都会把 它的close给它掉了 给它关了 就这么意思了吧 说的直白点 如果你接下来是 打开一个文件 接下来要干一件某件事情 如果你能保证 能打得开的前提之下 这句话 一定能够保证 这个文件关闭 这就是with 那么with到底有什么功能 这就是咱们接下来 要说的东西 with 想要明白 必须要明白 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上下文管理器 想要明白 上下文管理器 首先第一步要明白 什么叫上下文 上下文呢 就是kintex 这个哥们 举个例子 我这个地方写了 林冲 大声一道 哎呀 是吧 然后 问题是 请问 此时林冲的 哎呀 这句话表达 他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呢 啊个头啊 注意看 我想表达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是刚回家 林冲就 哎呀 你就会问你妈妈 哎妈这个这个 林冲哎呀啥呀 哎呀 你不知道吗 我刚进来 我上哪知道 请问 你是不是在问你 问你母亲 在林冲说 哎呀这句话 这些东西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什么叫上下文 我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想真正的明白 这个道理的话 我得知道前面是什么 这就叫做上文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同理 他下面的东西 是不是就叫做下文了吧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上下文 举个例子 我说了 以后 这个我说了句话 比方说 东哥 我给你表 我给你表达表达意思 请问 我怎么知道这个意思 表达什么意思呢 你是想告诉我 你说这个事情 是这个意思呢 还是说你要告诉我 那个意思呢 对吧 咱们中国语言 这个中文自古以来 就很深奥 比方说 给某个领导送礼 领导 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送了这小意思 我给你意思意思 请问一个外国人 此时的意思 表达什么意思 百分之百也蒙强了 是吧 所以你们发现 什么叫上下文 最低 咱们理解 什么叫上下文 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得知道 这个事情之前的 一个环境 它到底说了 那些什么东西 请问我是不是 才能知道 凌处的这个 啊呀 表达什么意思了吧 这就叫做上文 同理呢 这就画在下面的东西 咱们就叫下文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就是上下文 就个例子 点击你手机里边的APP 请问 是不是会进到 一个新的页面 当我不想用这个APP的时候 我再去点某个按钮 我再跳回来的时候 请问 你之前是哪个页面 你说是不是在跳的 之前那个页面 打个例子 打个比方 我现在看到一个页面 我点这个超点接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页面 没错吧 我不想看那个新的页面 我再回来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就回到这个地方了 什么叫上下文 我在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把当前的信息 我得找个地方把它存起来 当我做完的时候 我再回过来 我再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请问 这是不是所谓的 这个上下文这个概念 就是有一个之前的状态 我掉函数之前的信息是什么 我掉函数之后又回过来 那这不就是上下文吗 能立样吗 那么 with就用到了上下文管理器 那什么叫上下文管理器呢 上下文就是咱们说的一种语境 一种环境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上下文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一个意思 什么叫上下文管理器呢 在你的类里边 只要实现了inter方法 和exit 就是exit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都实现了的对象 那么就称之为上下文管理器 打个比方 我把我刚刚写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套托 你不是用了open吗 不用open了 不用open 你的保证是什么呢 你这个地方放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必须实现inter方法和exit方法 好了 看着 我定个例 inter方法 exit方法 可以吧 有 如果有这两个方法 那么我通过fail创建出来实力对象 请问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上下文管理器啊 好了 注意看啊 我这么多 把这个理解了 整个你就明白了 看着 with fail 请问类的名字叫大fail 我写上个大fail 请问这是否是意味着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没问题 创建了这个实力对象之后 请问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自动的返回这个实力对象的引用 那么with 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地方 是否是一个上下文管理器 说得直白一点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听懂了吧 一看这两个都有 都有那就是上下文管理器啊 上下文管理器有怎么办呢 他会调用他的inter方法 我再说一遍 看这儿童谈啊 当我调用 我把颜色换成红的啊 当我调用这句话的时候 咱们先看这句话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第一步 第二步 是不是把这个和这个 当做实力 他传给这个和这个 是吧 说的直白一点 这个实力属性 和这个实力属性 是否就等于out的test 就test 然后这个是不是等于W 接下来 with反应了 为了说 哎 教华大 你是一个具有这种方法 和这种方法的对象吗 一看有 OK 有 有干什么呢 他接下来 最听了 他接下来 会自动的去调这个方法 调这个方法 大家一看 我干了一件什么事 我是不是相当于 我把这个根本打开之后 请问我是不是又找了 这个实力属性 F是不是指上了这个文件 我把我接下来要操作的 这个数据拿过来了 注意了 英特的返回值是什么 接下来 就给F什么 而不是这个对象的返回值 我再说一遍 你如果要是把这个地方放在这的话 第一步创建对象 第二步 with检查它里边是否有这个 是否有这个 如果要是有 它就会调用这个实力对象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什么 把它返回的东西 给它 那么接下来 请问 是不是就开始去写了吧 请问 你返回过来的是那个 open的返回值 是不是F是不是也指向了这个open 那么请问 F也指向了open打开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接下来写写写写写 哎怎么写 是不是怎么写 假如说这里边产生了异常 它会怎么着呢 它会立马调用 你刚刚这个对象里边的这个方法 请看这个方法干净什么事情 是不是一定把这个german 是不是给它调用close 是不是给它关了呀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以后 今天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以后这个地方 除了放open 是不是还可以放自己的东西 可以放什么自己的东西 直白的讲 只要你实现了inter方法 和exit方法的这样一个实力对象 放在这 它第一次的时候一定会先调你 你的返回值是什么 它就给F什么 接下来是不是相当于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了吧 当要是出了错的时候 或者是没出错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是不是一定会掉 这个哥们儿 不管这里边是否产生一场 exit一定会掉 这就是vid 那么这里边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在去执行这个东西之前 是否也就意味着 我先把一些数据给它囤起来了 哪一些数据 self.f这个属性指向的资源 请问是不是先把它囤起来了 那么当我这里边产生一场 或者是没产生一场的时候 我再去调这个方法 是不是又用到了你那时候存起来的那个哥们儿那个值 是不是就把原来你那个上文里边的值拿过来 什么要用 这不就是所谓的上下文管理器了吗 那么最终通过它能让大家体现出一个特点来 除了可以放open之外 是不是可以放自己实现的实力对象 保证你这个实力对象没有任何问题 说到这儿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代表 正常情况下 咱们做原来做的TCP也罢 做的UDP也罢 基本上流程是 一创建套件字 二要么绑定 要么绑定 反正是一定先创建 接下来收发 最后是不是把套件字给它close了 那么如果我有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我是否可以把我的TCP或者是UDP的这个套件字 以及怎么使用套件字的函数 我把它封双成一个类 那么请问这种情况下 我只要让这个类里边再多于实现这两个 即使你这里边receive的时候 或者说是这个发送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接收东西的时候产生了异常 请问接下来那个里边 是不是一定可以让套件字close吧 不就节省了资源吗 不就把这个资源一定给它close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最后总结一句话 通过位置和上下为管理器 能够做一件事情 保证你将来的数据用完之后 或者是在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异常 它一定会调用关闭 把资源释放 如果打开了资源 反而不释放资源 最终你的资源一定会枯竭 比如说这个课件里边最前面说的部分 系统资源如文件数据库的链接 以及烧开的套件字 这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它是有各种限制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保证 我用完了之后close 最终你的系统一定会因为资源紧张 而不能为别人服务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服务器 那么你的服务器如果产生了这种问题 也就意味着别人在用浏览器打开你的时候 打不开了 你的网站废了 很严重 很严重的事情 好了 上下为管理器 以及位置 同学们现在会了吧 基本上把这个多来几遍就行了 最终作为了解 再了解另外一种 咱们的Python 在里边 默认有一个模块 叫Kintex 就是上下为Lib Lib一般翻译 就是Lib一般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Library 酷的意思 酷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边有个Kintex Manager 就是有一个上下为管理器 你 你看通吧 按照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我是不是先里定一个类 这里边有这两个方法 就简单言之 比较麻烦 那么怎么做呢 你直接定一个普通的函数 把这个函数的前面 直接加上这个哥们 from他 倒他 把它直接拿过来 那么将来 注意了这里边有个特点 Yield之前的 Yield之前的 就是你用位置 之前的东西 做的事情 Yield之后的 当你做完了 或者说你在做的这个期间 产生了一场 要执行的事情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那么他也可以这么做 也就是说 把这个哥们一分为二 当你 大家同学们看上 当你接下来这么写的时候 这不是累了吧 这是不是不是累啊 这不是一个普通函数吗 那么当你在去 丢这个函数的时候 他仅会执行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执行到这就完了 就是Yield的一执行 就完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Yield返回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什么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当砰死了 怎么做了呢 他再回去 紧接着Yield的下面的代码去知识 你没发现是一个这个特点了 这就是咱们的另一种方式 好了 同学们 最终我说了这么多 试一下 把这个代码 Ctrl C 我给他演示一遍 给他Ctrl C 我就这样吧 在我的Mac里边试 因为粘贴的时候好方便 双击 粘贴 然后还有的代码 是不是把这哥们 是不是拿过去 拿过去 来看这 保存 保存到哪呢 桌面 比方说test.py 好了 有了 创建一个文件 叫out.txt 是不是把这个哥们 是不是写在里面去 看好 python3 test.py 放下来 这个vrm out 是咱们想要写的数据 是不是进去了吧 没有任何问题 文件已经正确的关闭了 所以说 不管是用这种 还是用这种 最终只有一个点 保证了 将来咱们这个资源 是不是可以成功的被关闭 这就是用的了vrm 现在能理解了吗 所以说以后 在建的位置的时候 不要说 只能用up 再扯 只能用up 那就再扯 是不是这个地方 只要是用这种方式 或者说是用装饰器 这种方式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 那么基本上就是它了